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众所周知中国的乒乓球 在乒坛的领域也算是名列前茅 也可以说在这个项目上 中国位于不败之地 我国乒乓球就出现过不少优秀的运动员 而田智希曾经也是一名顶级选手 瞬间成为国乒内一颗璀璨的新星 正当众人为他寄予很高的期望 希望他可以成为下一代大魔王 而他却选择退出国家队 为他国效力 这究竟是为何 这里圈个有用 田智希 田智希从小受父亲的影响 7岁就开始接触乒乓球 年仅14岁的田智希在亚洲青年锦标赛 获得第二名 由于表现出色 加入国家队接受专业的训练 而进入国家队的田智希 仿佛被推进了泥潭 他也领悟到什么叫做人外有人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因为国家队人才积极 再加上参赛数量有限 所以队内的竞争十分激烈 导致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就会被血藏 无奈之下选择投奔其他国家 而田智希的实力在这里也显得平平无奇 大概是挺不住压力 所以田智希感觉自己没有发展 更是不能代替国家参加奥运会 因为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实力 不甘平庸的他选择加入外国国籍 但从他改变国籍的那一刻起 他注定会被国人扣上叛国的骂名 而在加入外国后 他参赛的机会也变多了 在2011年和2013年成功获得单打冠军 2012年的全国锦标赛上获得冠军 田智希一路过关斩将 世界排名一下提升到第18名 从而成为外国主力议员 在接受采访时田智希毫不避讳地表明 要以打败中国队为荣 而随后他又在一次采访中澄清 自己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因为他知道中国的实力有多强 而却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被伊藤美城横扫 由此可以看出他与中国乒乓球队的实力 还隔了一个日半 虽然他现在已经坐稳了主力的位置 但与中国选手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田智希甚至还表示自己想要和樊振东搭档 觉得樊振东的实力很强 而中国运动员放弃中国国籍去其他国家发展的例子也很弱 可能有些运动员受国外高薪的诱惑 也有些运动员为了能有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加入其他国籍 我国作为体育强国 体育项目上可谓是高手如云 而田智希放弃国籍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实力 更为了能够参加世界各大比赛 站在最高领奖台 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感谢观看 chia沥